演唱 李宗盛 怎样死又怎样英雄 回忆不必再彷徨 看西湖的波浪 又见长江水满满 人生日落 场恨吵战 有太多故事 也这样荡起伟长 你看西湖的波浪 又见长江水满满 上下五千年 雄魂浩荡 谁能说中华好儿 你不是黄宗王 你看西湖的波浪 又见长江水满满 人生日落 潮退潮涨 有太多故事 也这样荡起伟长 也这样荡起伟长 你看西湖的波浪 又见长江水满满 上下五千年 雄魂浩荡 谁能说中华好儿 你不是黄宗王 我真的很想乱 这什么地方 打开 是 哥哥 你自己看吧 你知道 你跟一个人有仇 错了 和我有仇的人 都已经不再是人了 你说得对 他在你眼里 早已经不是人了 而是畜生 你又错了 我从不和畜生接受 这么说 他连做畜生都不配 不配做畜生的人 只有一种人 什么人 连死都不配的人 看来 我们真的是英雄所见略童了 说吧 来找我 干什么 听着 和我联手 把那个连死都不配的人盯进棺材去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来找我 就是想让我陪你一起去杀一个人 是的 把他杀了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 这个人就是你的父亲 斗开元 不 他不是我父亲 他不配做我的父亲 他不配做我的父亲 那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杀他 不 我不会告诉你原因 这是我们窦家的私事 我绝不会告诉任何人 是吗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 其实你杀你父亲的原因很简单 是因为你父亲 不要说了 是因为你父亲杀了一个人 不要说了 你父亲杀了一个人 就是你的母亲 你这是干什么 你说我透了你的玉霄 我把身上穿的都脱了 你找啊 你找啊 把衣服给我穿上 你不找我就不穿 我并没说你偷了玉霄 可昨天晚上睡觉前我还看过那只玉霄 今天早晨起来玉霄就不见了 门窗都灌得好好的 你说能是谁偷的 师父 你信鬼吗 什么意思 我听说你们中国人有一大半人都信鬼 你是想告诉我玉霄是鬼偷的 八成 波尔先生 我告诉你 我观天涛一辈子只有三信 一信天 二信地 三信祖宗 除了这三信 世上没有什么东西让我信着 那你信不信鬼 我不信 不信就好 好什么 好破案啊 破案 那宝贝的东西被偷了 你就不想破案吗 谁给我破案呢 我 你 我 你是什么东西能给我破案 因为我不是东西我才有办法找回被偷去的东西 你知不知道早在十年前我就是大清的十大补王 对 你是大清的补王 可现在不是大清啊 再说 王中有王 善外有山 谁说的 是上帝说的 是上帝说的 呀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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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这 这 这 起来 请了 这 这 什么 出 上帝 ショップ 是上帝了 波尔先生 你看 对啊 看前面 还有 波尔先生 你看 波尔先生 你看 你了吗 没有 没有啊 波尔先生 反正 还有 波尔先生 你还是大门啊 你看 你还有后面的单子 波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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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波尔先生 旁边那个名字 以前你们小的那么多 那儿是哦 给你看看 那么大 那儿钱没到 不要动啊 不要动车 看你的模样 真是大行家 行家 你怎么看出来 懂不懂 看鼻孔 看这么一大堆 货真价实的鼓丸 你的鼻孔 可以不急不慢 顺溜溜的出气 你肯定是个大行家 在你眼里 这雕妻 这法花 这鼓铜 这瓷器 这是一看一看啊 道理 有预销吗 有 你还真走对了地方 这杭州城 有百十家古玩店 你就是走遍了 也找不到 这样满意的预销啊 就是它 就是它 我买了 好 谢谢啊 我的车 我的车了 行吧 我的车 快 你不要蹈蹈我 你在干嘛 睡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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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死我了 疼死我了 到前面走走 对呀 这话不卖足多的 加油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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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我来扶你洗了 没事吧 他们撞我 撞我 给你 好 谢谢 您的门子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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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玉孝找回来了 看 哪来的 师父 别管哪来的 这玉孝就是你的 你就收下 我要是告诉你 我已经找到玉孝了 找到了 我不信 师父连门都没有出 哪找到的玉孝 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玉孝 这毛是玉孝 找到了它就等于找到了玉孝 不明白 中国人的事 你能明白什么 走 跟我找玉孝去 师父 这玉孝对你来说非常重要 将来你就会知道了 现在不能告诉我 现在不能 为什么 因为它不仅仅是一只玉孝 它是我老婆 老婆 什么意思 你什么 等我用它来找到老婆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师父 你那朵毛是从哪找到的 将方的屋梁上找到的 你怎么爬到梁上去了 因为我是捕快 我尊敬的捕快先生 如果你不是魔术师 一朵毛怎么能变住 我尊敬的洋人先生 你就不能闭口 你什么 好 好 好 师父 你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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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大了 好 好 好 小壁虎总会在这里 好 真的中个功夫 好 好 漂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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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这个干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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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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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 是 哎 耶 哎 师父 哎 好 好 真好玩 真好玩 真好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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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 找到從以下的猴子 是的 要是猴子也能做賊 真奇怪 好 走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小姐的奇艺真是大有掌界 佩服佩服 豆先生 你该不是在饶我吧 怎么会呢 我记得你父亲和我下棋的时候 他对我说过一句话 这句话是我终身受益 我爹说什么 记得那天我跟他下棋 他输了 我就问他 王爷 你不会是饶我吧 他当时就翻脸了 背着手在屋里走了三五个来回 他对我说 既是输赢之博 就不可有饶人之心 饶人不死就是纵敌杀我 纵敌杀我就等于自己杀自己 学的真相 学的真相 我爹说话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洞先生 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 谁啊 你跟我爹相交多年 想必知道有个叫关天涛的人吧 他就是仙云阁阁 想不到 他也竟然在杭州 十年不见 已经成成大姑娘了 他怎么也在窦开园的府上呢 仙云啊 你怎么想起打听起这个人了 洞先生一定是知道 我许配给关天涛的事吧 当然知道 苏王府这么大的事 我窦开远怎么能不知道呢 记得是十年前吧 那时候你十岁 不对 是九岁 对对对 九岁 记得有一次你父亲出远门 远到归来 他特别的高兴 把朋友们都叫在一起 宣布说小女仙云 许配给关天涛为妻 待小女长大成人 高主完婚 我记得呀 当时我还哭了呢 我问我爹 什么叫完婚啊 我爹说 等你长大了 自然就知道了 十个年头一晃就过去了 你还记得关天涛长什么样 记不得了 我只记得 他高高的个儿 变子又黑又粗的 像个马尾巴似的 听说 他跟我订完婚之后 就出远门了 后来 就再也没回过苏王府了 杜先生 你知道他去哪儿吗 这个 我当然知道了 不过 我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 我怕你听了 你心里会 你快说吧 我有什么好怕的 我是怕你受不了 受不了 不会吧 其实呢 莫说是订婚 就是真的结了婚 对一个十年没见过面的男人来说 也没有什么可挂机的 杜先生 你有什么话就对我直说 我仙云天生是个孝菩萨 什么事情都愁不了我 好 那我要是告诉你 关天涛这十年你都去了哪儿 你不会见怪吧 不会见怪 他入了狱 入狱了 对 入了刑部大狱 刑部大狱 他不会死吧 难说 如果他命大的话 如今活在这个世上 也说不定 小姐 你信命吗 信 信就好 这命里有的 跑不了 命里没有的 你求都求不了 如果你跟关天涛 真有情缘 你们早晚会见上一面 若是命中无情缘 你就是天天 哭着喊着 他也不会入到你的梦里来 知道吗 我也是这么想的 别看我嘴上 经常关天涛 关天涛的 其实他这个人呢 从来没在我的梦中出现过 我想我跟他 一定是没有缘了 嗯 鲜韵哥哥 如果 此时我没有与萧为政 空手出现在你面前 你会相信 这就是十年前那个关天涛吗 怕是你不会相信 十年前的关天涛 确实死了 今日的关天涛 只是个为你父亲报仇 而随时准备去死的人 站住 刘四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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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在那儿 放尔兰 在那儿 刘四哥 在那儿 在那儿 刘四哥 你干什么 走啦 快 追 快 快 站住 站住 快 往那儿呢 快追 快 那边快追 快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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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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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吓了我一跳 哎呦 这是干什么呀 你慌慌慌张的 出什么事了 哎呦 可吓死我了 刚才呀 我去给八哥送药罐子去了 回来的时候走到那儿 就那间就那间 是一间小黑屋 我从那旁边走啊 我就听见里头傻傻傻傻 我觉得是奇怪呀 我这一看呢 你猜我看见什么了 什么 里边啊 坐着一个白胡子老头 他手里边正在磨一件东西 你看那东西是什么 什么 鱼钩子 鱼钩子 跟杀死老孙头那种鱼钩子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啊 没错 你没看错 绝没有错啊 那你带我去看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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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出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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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就这么 你去看看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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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咱们是落入狼窝了 而且是大狼窝 真没想到杀死老孙头的人 就是窦开猿 更想不到的是 果妈早就死了 死了都快十年了 可就是这个死去的果妈 前几天竟然在咱们面前活过来了 真让人感到毛骨悚人 我求你了 别再提果妈了行不行啊 一个好好的大活人 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大死人 你们不害怕 我还害怕呢 你还是男人呢 八哥 你要害怕回外屋睡觉去吧 我不 我不 你们说 咱们在运河边上 见到的那个假果妈 会是谁呢 俗话说 南方多鬼 北方多狐狸 明白吗 准是鬼变的 不会是鬼 女鬼是不产女人的 咱们三个人都是女人 她来产咱们干嘛呀 可我是男人啊 你穿着男人的衣服就是男人啊 女管家 你见多识广 你倒说说看 自从咱们离开京城以后 就遇上了那么多的怪事 这些怪事到底是冲谁来的 我看准是冲着咱那珠宝来的呀 对了 说起这七口珠宝箱子 我至今都没想明白 我爹为什么让我带着它呢 这不明明在害我吗 我也觉得奇怪 老爷他 让爷带着这么多的珠宝出门 他能放心的下吗 诶 肯定有蹊跷 会不会是老爷知道府上的 这些珠宝都保不住了 才让小姐你带出来的 诶 诶 你接着我再说啊 我只想到了这些 别的 我想不出来了 如果八哥说的没错 那我爹一定出事了 而且是出大事了 我要回京城 我要回京城去 我要回京城去 小点事 小点事 有句不中听的话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都什么时候了 还有什么该说不该说的 我想啊 要是肃王府出了事啊 我们就是回去 也不顶用啊 这眼下 就是斗坏员让咱们走 咱们也走不了啊 还得带着这珠宝 没出杭州城 就得让人给害了我 那要是不带这七口箱子呢 不带也不行啊 你想想 那些人哪 就是冲着那七口珠宝箱子来的 拿不到珠宝箱子 肯定要害人哪 我跟八哥 死了倒没事 不就是死了 小姐 你是千金小姐 我牛管家 怎么这也得保全你的性命啊 行了行了别说了 说来说去还是个死字 你我看眼下只有一个法子 才能逃离这个死字 什么法子 眼下 只有一个人才能救咱们 你是说徐少爷 除了徐少爷 谁也救不了咱们 对 八哥说的没错 咱们找徐少爷 把这儿的事告诉他 他一定会帮我们的 现在还有一个人能救我们 谁 这个人离开苏王府十年了 关天涛 对 关天涛 我记得我爹曾经对我说过 咱们肃家遇难的话 找到关天涛 他一定会有办法 可是 他都十年没消息了 我已经从窦开苑嘴里 打听到关天涛的下落 他说他在十年前 入了刑部大狱 是吗 入了刑部大狱的人 都九死一生 恐怕呀 早不在人世了吧 看见他还活着 咱们从明天开始 就像平时一样 该笑的时候就笑 该客气的时候就客气 也不提回京城的事 尽量不露出咱们的马脚来 明白了吗 明白 那 这不是坐以待毙吗 哎呀 咱们是借着 来玩杭州做游头 去办两件大事 第一 要找到徐方鹤少爷 把咱们的处境告诉他 让他给咱们做主 第二 打听到关天涛 对了 要是能找到一个私家侦探 就好了 请他帮咱们找 是死是活 定有个准行 这办法是好 可是 窦开苑要是对咱们下了毒手 也用于钩子吊咱们 那该怎么办呀 那该怎么办呀 我觉得他不会这么笨 把咱们三个人 杀死在他的府上 再说 咱们的珠宝已经运进了他的府里面 那些红着眼要得到这些珠宝的人 也一定就知道了这件事情 他们会盯着窦开苑 想必窦开苑不会贸然对我们下手 再说 他不会把杀人夺货的证据 攥在人家的手里 有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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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我给你们去看看 太棒了 太棒了 好 不可怕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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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手 这什么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 老板这什么 这是擀面的 擀面 你别说 你怎么知道这扇子 你先别说 这个 挺好听的 师爷 这边 好听吧 好听 我知道了 这是江南的一种乐器 牛管家 咱把它买下了 买下 买下 这是乐器吗 这是刷马桶用的 小姐 这不是乐器 这是刷马桶的 牛管家 买了 好 买了 买东 热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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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您看看 这啊是一些洋人进贡的 这个也是啊 你试试 再看看这个 小姐啊 您看看瓷器 这瓷器啊 就这些破玩意儿 也敢摆出来骗钱啊 小姐 你 你这是拿我们店家开心啊 这店里哪一件不是青三代的正宗斗彩瓶啊 少见是 在我们家呀 正想着听着玩的 也比你这些破瓶烂罐的花式好 嗨 我来看看吧 好 徐公子 俗话说不是冤家不巨头 看来计划得改了 得改成不是原家不巨头 什么叫原家 原家就是有缘之人 这么说 我和徐公子就是有缘之人了 当然是 若是无缘的话 咱们俩怎么会一次又一次的见面呢 对了 你什么时候到杭州的 好多天了 住哪儿 你想知道吗 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 京城苏王爷的女儿 带着鸡箱珠宝 住在豆开园的府上 我想 这已经不是新闻了 你既然知道我住在豆开园的府上 那你还问什么 那你清静吗 你说呢 有一个地方很清静 好啊 我跟你走 走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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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把我的处境都跟你说了 你说 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来 尝一尝 这是杭州的名菜 西湖醋鱼 来 我现在哪儿还有心情吃鱼啊 怎么 连吃鱼的心情都没有了 我一看见鱼啊 我就会想起 杀死老孙头的鱼狗子 对了 我曾经答应过你 一定要把你找出 杀害老孙头的凶手 现在 我也可以告诉你 凶手是谁了 我已经知道 到底是谁杀死老孙头的了 谁啊 是斗开源 不是他 真的 我在斗开源后院的黑屋子里 发现了正在加工的鱼糕子 看见凶器 不等于发现了凶手 那你说是谁啊 是我 是你 当然是我 我们小姐要上楼看看箱子 你们为什么拦着呀 老爷吩咐 没有老爷的口语 谁也不能上楼 你们两个 好了好了 行了行了 有这么多人守着 还怕出事啊 没事 好 今晚 观天桃 跪于凤凰山 昔日难送孤独之杀 向王爷启示 不灭俱兄 誓不为人 你的脸 好可怕呀 是吗 白大哥 你别吓唬我 我只是顺度过来逛逛 不经意冲撞了大哥的好事 我先走了 救命啊 救命啊 这是个长猪脸的人 这个长猪脸的人 昨天杀了个长驴脸的人 这个长猪脸的人死了 这个长猪脸的人还没死 这个长猪脸的人还没死 这个长驴脸的人为什么会死 这个长猪脸的人为什么还不死 这个长猪脸的人为什么还不死 本局长破不了案 就只有天知道 开始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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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等待着 冥冥之中的相会 我一直在寻找着 生命中那朵玫瑰 终于让我遇见你 值得有一生吹随 终于让我遇见你 才懂得相逢相知的珍贵 多珍贵 给我一个结队 换你一份完美 长长的路心情余味 不会太迷惑 不会太伤悲 我要收集全世界的快乐 把你每个梦点缀 我一直在等待着 冥冥之中的相会 我一直在寻找着 生命中那朵玫瑰 终于让我遇见你 值得有一生吹随 终于让我遇见你 才懂得相逢相逢相知的珍贵 多珍贵 给我一个结阶贵 换你一份完美 长长的路一定我来陪 尖酸天灰灰 窗外需纷飞 我们的世界一片清脆 给我一个结阶贵 换你一份完美 长长的路静静余味